一千九百七十二集 严坤脸一沉 满脸的怒意 恶狠狠地瞪着老四冷声说道 畜生 你们他妈的还配叫个人吗 连孩子都下得去手 我 我也不想帮他做这种事啊 但是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而且林霄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保证过 说绝不会伤害这些孩子的性命 所以我才答应帮他的 然后呢 林语心头一紧 似乎预感到一丝不妙 那些个孩子 后来怎么样了 老四微微地一顿 望了众人一眼 脸上显现出了一丝惭愧之情 低下头嗡声说道 其实 其实这些孩子 在我从林霄手里接过来的时候 他们还活着 身体也没有什么异样 也没有中毒的迹象啊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所以 所以我便认为 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是后来我特意去孤儿院了解过 这些孩子 快则半个月 慢则一两个月 最后都 都死了 他说话的时候 声音中满是自责和惭愧 想起那些孩子 悲惨的遭遇 他的心里顿时 涌满了负罪感 妈的 你们这些砸碎 严坤听到这话 立马 双眼赤红 猛地挺着身子拳头 捏得胳巴作响 恨不得一掌 将老四给劈死 老大健壮赶紧护着老四 急声说道 这件事不能全怪他 他也是被灵霄逼的 当时那种情况 我们如果不忘灵霄和万修做事 他们一定会除掉我们的 林雨也是握紧了拳头 心头刺痛难当 想到那些年幼的孩子 就这么失去了生命 他的心中一时间也是又悲又分 但是却没有严坤那般意外 激动 因为林雨早就知道 这就是灵霄 这就是万修 他们已经没了人性 而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动物 为了一己私欲 可以随意夺取他人的性命 只不过林雨万万没想到的是 以前灵霄和万修残害的 还是成年人 现在竟然要对如此年幼的孩童动手 老四急忙抬头 冲林雨和颜坤等人解释道 后来 我就再也没有帮林霄做这些事了 他有了自己的亲信 像这种事 自然都是吩咐他的亲信去做了 那你知道万修到底利用这些孩子做什么吗 真的只是喂养他们毒物吗 这个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林霄当时跟我说 说起过什么 再过多久多久 他的实力会大增之类的话 他信不过我 所以向来也只是点到为止 具体怎么回事 我真不清楚 看来你猜得没错 林霄这兔崽子 一定在偷偷练习什么邪门的悬术功法 而且极有可能 是悬术中被踢除出去的一些阴邪禁术 林雨眯着眼睛没说话 现在看来他需要更加小心了 何先生 您看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们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您了 可以 林雨点点头 老大等人这才如实负重 再一次转身要走 等等 林雨突然又开口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 老大等人满脸的无奈和小心 给我一个银行账户 虽然这次 没能将林霄除掉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们也是为了帮我 才惹怒她的 我会给你们一笔钱 让你们不至于为生活发愁 剩下的 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祝好运 老大等人听到林雨这话 陡然一愣 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望着林雨 他们本来跟林雨说好的的是 帮林雨解决掉林霄之后 林雨再给他们一笔钱的 现在他们不止没有帮她解决掉林霄 反而将她暴露出来 所以他们不好意思再问林雨所要报仇 结果没想到 林雨主动提出要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心中不由地感动万分 老大的眼中隐隐已经有了泪水 朝着林雨深深地聚了一宫颤声说道 多谢何先生 多谢何先生 一旁的三个人 也是立马朝着林雨深深聚了一宫 同样满怀感激 留下了账户之后 这四个人才翻窗离去了 何小子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直接去东北 找雪窝镇吗 林雨望着窗外沉默不语 她没有接颜坤的话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我的建议是 我们直接从这里出发 带着敌土帽 一起赶往东北 赶紧找到雪窝镇 将玄武相那帮人找出来 现在我才发现 这个灵霄和万修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邪门 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在他们前面找到玄武相 虽然我不认为玄武相的后人 会跟敌土帽这四个叛徒一样 背叛我们星斗宗 但是如果万修和灵霄人多势众 挟持住他们 逼迫他们将星斗宗的古书秘籍 交出来怎么办 其实放在以前 严坤丝毫不担心这一点 因为星斗宗的后人 个儿顶个儿都是独当一面的 玄术高手 不是一般人能够战胜的 但是现在严坤 在听完老四的叙述之后 内心也不由开始担忧起来 如果灵霄和万修 练了一些狠毒阴狠的禁术的话 那再加上人数众多 难说玄武相的人 不会落了下风 毕竟玄武相 总共多少后人在世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你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要抢在他们之前 找到血涡阵 但是我们也不能像 没头苍蝇一样的瞎找啊 就算我们带上这两个人 去东北那么广袤的地方 到底去哪儿找呢 那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你放心吧 我已经委托军情处去查了 他们的消息比我们完善广泛得多 只要能够确定大致的范围 我们就出发 去东北 林雨神经间陡然 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疲惫感 但是现在 我有些累了 我想回家歇歇 这段时间以来 他先后辗转米国 东南域 卢北 周彻老顿 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历经生死考验 所以此时 终于能够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他很想回家 回家看看江炎 叶青梅 看看自己的母亲 丈人 丈母娘 以及玫瑰 好 我陪你一起回去 也好方便 有消息之后 我能陪你一起去东北 亲北 您这话当真 林雨听到这话神情一阵 满脸惊喜望向阎坤 您真的愿意 跟我一起回京吗 他本来已经做好了 大秃头准备再次消失的准备 没想到这次 大秃头竟然主动地提出 和他回京 而且还愿意 随他一块去东北 寻找玄武相 有了大秃头的陪同 那他就相当于 加了一层保险 纵然是遇上了灵霄和万修 也大可一战了 本集结束了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